各位弟兄姐妹主听平安 感谢神让我们又通过灵修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 我们每天通过灵修这神的话语 我们要不断的确认神的救恩 神的救恩是多么的伟大 神的救恩是多么的充满 神的救恩是多么的宝贵 我们要每天每天通过这个话语来确认 确认以后让我们一天生活的时候 靠着这个救恩去生活 并且活在这神的救恩里面 我祝愿这个恩典今天再次领到 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生命里面 出埃及记第十章十二到二十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向埃及地伸脏 使蝗虫到埃及地上来 吃地上一切的菜酥 就是冰雹所剩的 摩西就向埃及地伸脏 那一昼一夜 耶和华使东风刮在埃及地上 到了早晨 东风把蝗虫刮了来 蝗虫上来 落在埃及的四径甚是厉害 以前没有这样的 以后也必没有 因为这蝗虫遮满地面 甚至地都黑暗了 有吃地上一切的菜酥 和冰雹所剩树上的果子 埃及遍地 无论是树木 是田间的菜酥 连一点青的也没有留下 于是法老急忙 照了摩西亚伦来说 我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 又得罪了你们 现在求你 只这一次饶恕我的罪 求耶和华你们的神 使我脱离这一次的死亡 摩西就离开法老 去求耶和华 耶和华转了极大的西风 把蝗虫刮起 吹入红海 在埃及的四径 连一个也没有留下 但耶和华是法老的心刚硬 不容以色列人去 我们听了今天的经文 出埃及记十章 十二到二十节的经文 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神降下各样的灾在以色列身上 我们看一下这都有什么灾前面的 第一个就是水变成雪的灾 第二个是青蛙 第三个是狮子 第四个是苍蝇 然后第五个是猪蚁 然后第六个是人身上长窗 然后第七个是冰雹 然后第八个就是今天要宣布的灾阳 就是蝗虫的灾 我们看神降下的灾 一次比一次怎么样 厉害 但是法老的心却怎么样 一次比一次刚硬 在这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 遇到一个好的领袖是多么重要的 一个领袖的心 决定这个国家的命运 我们现在也是一样 很多国家真的 国家受到很多的苦难 灾难的原因 其实归根结底就是领袖们的问题 所以我们真的要为领袖们来祷告 为我们掌权者 带领我们国家的 运营国家的这样的人来 为他们来怎么样 执政者 当权者来祷告 那么我们看 神在法老的刚应面前 降下了第八个灾 那么这第八个灾是什么 就是黄蝇 其实蝗虫的灾 在古代也是非常可怕的 去年在非洲也刮起了 这个蝗虫的灾 然后到亚洲 甚至到了中国云南 这边也有这样蝗虫的灾 我们看到这个蝗虫的灾 是特别可怕的 只要一过 所有吃的绿色的都怎么样 就会没有了 都给吃光了 所以它在古代里面 最可怕的几个自然灾害当中的 一个自然灾害 那么蝗虫灾来了 然后你看 十四十五节怎么样 说蝗虫上来 落在埃及的市境 甚是厉害 以前没有这样的 以后也必怎么样 没有 因为这蝗虫遮满地面 甚至地都黑暗了 又吃地上一切菜书和冰雹 所剩树上的果子 埃及遍地 无论是树木 田间的菜书 连一点青的也怎么样 没有 完全给吃光了 什么都没有了 冰雹砸了以后 冰雹的灾以后 也就是冰雹砸坏了 但是还剩下了 但是连这些呢 蝗虫来都给怎么样 吃光了 那么我们在这里边 看到的是什么呢 人靠着自己的努力 特别像埃及 它是农业 农业大国 并且尼罗河三角洲 是特别富饶的地方 他只要稍微努力 只要稍微辛苦一点 就可以从地里怎么样 得吃的 所以他所依靠 给他带来满足的是什么呢 就是自己的劳苦 自己的劳作 和这些吃的 但是这些却怎么样 一瞬间都怎么样 没有了 传道书里 这个所罗门说什么 虚空的虚空 虚空的虚空 一切尽都是什么 虚空 各位兄弟姐妹 你今天依靠的是什么 埃及依靠的是 他的这个富饶的土地 并且这富饶的土地 所给他出的出产 但这个出产 一瞬间没有了 不是他能够保障他的 不是能够给他带来安全的 那么今天 你所依靠的是什么 我们常常 我们努力 我们工作 我们赚钱 然后我们以他为我们的保障 以他为我们的满足 以他为我们的喜乐 觉得我们只要努力一下 只要我们赚一些 只要我拥有的多一点 我就有安全 我就可以有满足 但是各位弟兄姐妹 那都是谎言 也许一瞬间 他都会怎么样 没有的 所以我们要依靠谁 谁把黄中挂来 神 都在谁的手里面 都是在神的手里面 在这一时刻 我们再一次应用 让我们真正仰望 依靠神 那我们继续来看 下面的内容 那么在黄虫的灾面前 法老怎么样 真的急了 十六节说什么 于是法老急忙 怎么样 招了摩西亚伦来 然后他蛮是一个 怎么样 悔改的态度 说我得罪耶和华 你们的神又得罪了 你们 我得罪了 然后他说我求你 让把这个黄虫的灾 怎么样 来给出去 出去 那么这个时候 摩西怎么样 祷告 求告耶和华 那么一瞬间 耶和华怎么样 转了极大的西风 把黄虫刮起 吹入了红海 在埃及的四境 连一个都没有 一个都没有 你想想这个 披天盖地的这个黄虫 无数的这个黄虫 一瞬间没有了 就像这个 最近黄沙 或者是这个雾霾 很严重 空气很不好 那么我们希望没有 但是早上一起来 刮了风 一瞬间怎么样 一点雾霾都没有了 我们已经看到的 这些雾霾黄沙 都怎么样 一瞬间没有了 是同样的这种场面 没有了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看到的是两个 一个是法老 他回转 但是法老的 法老完全回转了吗 没有 二十节说什么 但耶和华 使法老的心刚硬 不如以色列人去 我们在这里再说一遍 这不是神故意 让法老变得刚硬 让他这个 是法老的心 就是刚硬的 所以就是 神给他的这种压力越大 法老的反抗越大的意思 不是神故意给他这个刚硬 是神越是给他这样的摘殃 法老这个反抗的心越强 越顽固 这种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要从这个层面上去理解 那么法老这样刚硬 不彻底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要怎么样 彻底的悔改 你不要反反复复 哎呀有点苦难了 我们就软下来 哎呀神到我错了 我悔改 我要回转在你的面前 好了 就不建议你影响着了 又回到以前的怎么样 生活里面 那么我们要知道 回到以前生活里面的那种苦 是多苦的 就是有一个人 耶稣也举个这样的例子 有一个人被鬼扶 然后把鬼赶出去了 那么这个人赶出去以后 他没有悔改 他没有让耶稣做他生命的王 没有真的在神面前 有悔改的生命 就是说这个鬼转了一圈 没地方去 那么他在路上 又遇见了比自己更恶的七个鬼 然后转了转了 回过来一看 这个人里面是空的 进来 所以说他生前的景况 比以前怎么样 更怎么样 悲惨 法老 他不悔改 他装悔改 他装悔改 但是结局怎么样 更悲惨 我们看后面 杀长子的灾的时候 多么悲惨 孩子死 父母 失去孩子 这其实任何一个前面的灾 都无法比的 一个这样的一个痛苦 悲惨 然后我们在这里面 又看到的是什么 神无限的爱和饶恕 当法老这样回转的时候 神马上怎么样 给他收了 刮来西风 一个都没有留下来 给怎么样 刮走了 这就是我们的神 只要我们悔改 神如此的怎么样 完全地接纳我们 各位弟兄姐妹 不管我们犯了多大的罪 不管我们做了多么错的事情 只要我们悔改 神完全地饶恕我们 各位弟兄姐妹 神的饶恕 不是就是说 看你表现 是完全的 耶稣在十字架上的 洗净是完全的洗净 祂的宝血 完全地将我们 过去的现在将来的 所有的罪都给洗净了 并且今天我们悔改的时候 我们犯罪 我们悔改的时候 祂也会完全地 一个也不会留下来的 给我们洗净 祝我们弟兄姐妹们 今天能够经历这个 一个都没有留下来的 这种经历和祝福 临到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生命里面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 主啊 你的爱何等地残阔高深 你的饶恕是完全的 你一个也不留下 求祝你祝福我们 让我们真的在你的面前 完全回转的时候 你一个都不给我们留下 完全地洗净 以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优优独播放